編年紀夏第35章 事後,若使雅在耶路撒冷向上主舉行如月節,正月十四日載殺鳥如月節羔羊,分派鳥師制的職務,免勵他們在上主殿內服務。 然後對那些教誨以色列民眾並祝聖於上主的勒美人說,你們應將若櫃放在以色列皇達美的兒子撒羅門所見的殿女,不必再用堅台,從今以後,只應為上主你們的天主和他的人民以色列服務。 你們應依家族和班次,照以色列皇達美和他兒子撒羅門所規定的自做準備。 要按照家族的班次,照平民兄弟們的需要,在聖殿內植班,每班內應有幾個勒美家族的人。 應再殺如月節羔羊,聖結自己,為你們弟兄預備一切,傳照上主席梅室吩咐的進行。 若使雅於是送給了百姓綿羊羔羔和山羊羔,凡三萬隻,為在場的人作如月節的祭品,此外,還有公牛三千頭,全是出於君王所有。 她的朝臣也自願給百姓,師祭和立美人贈送祭品,天主聖殿的主管希爾克雅,則加尼雅和耶希爾,送給了師祭門二千六百隻羔羊,三百頭公牛,作為如月節的祭品。 勒美人的領袖康納尼雅和他的兩個兄弟社馬雅和乃塔乃爾,以及哈沙比亞,耶伊爾和約習巴德,送給了勒美人五千隻羔羊,五百頭公牛,作為如月節的祭品。 職務安排好了以後,師祭各站在自己的地方,勒美人亦各按班次,照君王所吩咐的站在自己的地方。 宰殺如月節高揚,師祭由他們手中接過血來灑,勒美人繼續剝去生皮。 將應燒的一份取出來,交給平民按家族分成的小組,叫他們依照梅室法律所在,奉獻給上主,他們也照樣奉獻鳥公牛。 然後按照常例,用火烤屬於月節高揚,用窩或頂,或貫主屬其餘奉獻的聖物,迅速分給百姓。 這以後才為自己和師祭預備,因為亞郎的子孫師祭門,直到晚上,忙於奉獻全凡祭和自由,故此勒美人應為自己,也為亞郎的子孫師祭準備一切。 亞薩夫的後裔歌詠者,遵照達美,亞薩夫,黑萬和王的先見者耶道通的規定,立在自己的地方,門的看守閣門,無需離開自己的職守,因為有他們的弟兄勒美人為他們準備。 這樣,一切為供奉上主,守如月節,在上主的祭壇上奉獻全凡祭的事務,當日都依照若使雅王的吩咐準備好了。 在場的以色列子民當時便舉行如月節,並舉行無敲節七天。 自先知撒母以時日以來,在以色列就從未曾舉行過這樣的如月節,以色列各軍皇也沒有舉行過像藥史雅同詩祭,勒美人,在場的猶大和以色列民眾,並耶路撒祭, 在法蘭居民所舉行的這如月節。這次如月節是在若使雅王第十八年上舉行的。 這些事以後,若使雅修理完了聖殿,埃及皇乃科上來攻打幼法拉的何半的加格米時,若使雅變出兵抵抗他。 乃科派使者對若使雅說:「尤大王,我與你有什麼關係,我今天來不是攻擊你,而是要進攻右法拉的何,並且天主吩咐我急速前進,你不要干預天主的事,因為天主與我同在,免得他毀滅你。」 乃科派使雅不但不轉身離去,反而堅持要攻打他,不聽從天主直乃科所說的話,隧到墨基多平原去作戰。 乃科派使雅修理完了聖殿。 乃科派使雅王,王對自己的牧人說:「我受鳥重傷,將我帶走。」 乃科派使雅修理完了聖殿。 乃科派使雅王,王對自己的牧人將他由所成的車中抱出來,放在另一輛車上,帶到耶路撒冷,王去鳥世,裝在他的祖先的墳墓裡,全由大和耶路撒冷都舉桑哀道若使雅。 乃科派使雅為若使雅作了一首玩歌,所有歌唱的男女都唱這首歌詞來哀道若使雅,直到今日,甚至在以色列中成了常例,這些歌詞都在在玩歌集內。 乃科派使雅其餘的事跡,以及他遵循上主法律所在而行的大業,和他前後所行的事,都記載在以色列和由大列王實錄上。 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